中国民运人士老早就来等蔡英文 纽约法拉盛好久没有这么大场面 连纽约警方也派出制服远景站岗 动算声十分钟停不了 乔包抢着握手看到小英场面失控 蔡英文到纽约募款餐会八百个位置 全部都卖光光而且餐券最高一张是2500块美金 小英旋风真的吹到纽约来 前两天蔡英文访华府同样掀起政治旋风 华盛顿报纸跟着报道 美国总统欧巴马拒绝出售F16战机给台湾 外界质疑难道蔡英文的败贵起不了功效 近期可能的满足我们防御的需求 那么这是我们基本的立场 那也是我们在这一次在华府 跟不同的人跟不同的单位 跟不同层级的美方的官员所表达的立场 华盛顿金融时报也报道 美方认为蔡英文赢不了2012 我们远远不知道这个所谓金融时报里面 所提到的这个官员 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而且他们也不觉得 他所说的代表的是这个欧巴马政府的立场 报道传言一一回应 尽管呈现不同声音 但蔡英文动向已经连国际媒体都开始锁定 在立新闻杨秀金王彦军 美国有约采访报道